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进入了所谓的不归路了 在我看来呢 是有些人自己给自己去赌博 找了一个借口 也是别人来劝你去赌的一个说辞 但是以我现在走了那么多地方以后 我看了一下 对于我们东亚人 我们中国大陆 越南人 韩国人 我看了一下 其他地方肯定还有啊 但是我主要我看这三个地方的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人 或者是我们华人 小赌疫情这个词 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是一个假象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那么我在美国 我看到有很多 这个有一家人 真的是一家人进赌产的 那他们真的是叫小赌疫情 他们一边喝着饮料 喝着酒 小住下一下 球赛 还有一些人 一家人 哎 拿个几十块 一百块 在那里打老虎机 不管是中大奖还是中小奖 只要一中奖 非常开心的 全家人 甚至还有一些老人坐着轮椅 在那里 哎 非常开心的 女儿陪着妈妈 在那里 你告诉他 你看你又中了奖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就是小赌疫情 那如果真的说到我们中国人的小赌疫情的话 它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比如说在婚礼啊 或者随请客啊 或者说平时这个亲戚朋友聚会啊 大家一起小赌一下 打打麻将啊 打个一两块钱的麻将啊 还有什么打一点小的兜地主啊 就之类的啊 那我就输了这点钱之后 那也是什么呢 就只当发红包的 而且根本就无关痛痒的 你说这样的称之为小赌疫情 我认为是对的 赌 因为你涉及到赌 赌的话呢 那就包括了这个损失和收益 人类与生俱来的 这个这个是多少万年的 这个基因遗传的 就是损失 损失厌恶嘛 风险厌恶 还有一个是叫损失厌恶嘛 我就讨厌失去嘛 那你怎么移情呢 那除非前面我们讲的就说 这个你亏损的钱是无关痛痒的 或者说你今天就是拿来 把它作为一种消费的 你这样讲 你说消毒疫情 我们说的过去 其他的任何说法 小赌疫情 小赌疫情 别人用这个说辞 你自己用这个借口 进了赌产 就跟我标题讲的一样 你进赌产 就是收益和亏损 非常明确的 小疫情变成那个搏杀 搏杀的就是凶狠狠的 然后就开始 多次多日多年以后 精进人丸 所以呢 我们说到小赌疫情 我们就给他做个定义 定义就是 你是作为一个消费 并且是一个无关痛痒的 一个损失 或者说去赌 在赌上面的一个损失 那么 辞为 小赌疫情 那么你如果进到赌产 你进到赌产的时候 也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像美国的一家人 和这些这个中老年朋友 当然也还有一些年轻人 他喜欢体育 喜欢看球赛 在这个看球赛的过程当中 夏年小住 子丹输了 子丹是多喝了两杯酒 赢了 子丹是这杯酒 把这个免费喝的 你说这样 我们把它称之为小赌疫情 可是 赌 你一旦真正的进到了赌产 像我们去澳门 或者说在拉斯维加斯 这边赌百家乐这种状况 你有个 有一个现红的 就是最低助力要下多少的 你特别是在澳门 像澳门以前动不动 两千三千 你连找个 想去找一张 一千块钱的一张的台 和这个 和这个五百块钱 三百块两百块钱 你要到这种小赌产里面 才能找到 拉你这个 你这个 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 你就消费就比较高了嘛 那事实上 我 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 就是在这个 以前在澳门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是旅游的 男的 女的都有 特别是一些女孩子 刚刚买了一个包包 或者刚买了一件什么衣服 在赌场里面 转转转转 转完以后一看 这个百家乐站在旁边 我已经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 就是一蓝一红是吧 他连规则都搞不清楚啊 一蓝一红是吧 OK 我现在猜他是出红 真的是出红了 我现在猜左边赢右边赢 反正加起来九点嘛 然后就 拿个一千块钱 到澳门去消费 一千块钱 说句实话 还真是属于是小消费 不算太高的消费 对吧 来拿一千块钱消费 然后紧接着 我们可以看得到 几千块 一万块拿出来了 然后再就回去以后 越想越不爽 然后想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做不好 可能就拿个一万八千块钱 过来赌 然后开始一步一步上路了 所以说这个小赌移情 那他就真的是害死人 那我们紧接着就讲 这个百家乐 我们就讲这个赌百 因为我的频道主要讲百家乐 我们就讲赌百家乐这一块 为什么小赌移情 最后变成精进人丸 百家乐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就是 他不会让你 就很少情况让你说 怎么下怎么输 他是让你输输盈盈 输输盈盈 就在这个输输盈盈里面的盈 大家想一想 染上毒瘾的 是不是就因为 你一直在输的当中 你一直有赢 甚至有时候有连赢 甚至有时候可以连赢多少天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动不动 有个八倍 十一倍 像美国 美国更狠 有二十五倍 四十倍 五十倍 一百五十倍 两百倍 有这样的 什么老虎啊 猫啊 龙猫啊 那个那个 九打一是一百五十倍 九七 两张 两边各两张牌的 只要是出九点和七点 打 他赔你 五十倍 如果是三张牌 九点打七点 他是两百倍 那你怎么疯掉了嘛 很多人不就是因为这种 你下一个龙 就是专家七点赢 并且是由三张牌组成的 OK 给你四十倍 你下二十五块钱 就是一千美金 二十五美金 变成一千美金 你说 你说很多人 很多人 小赌移情 小赌移情 二十五块钱算什么吗 就这个 就这个小赌移情 变成什么呢 变成他那个 把他的欲望 贪婪 给他激活了 所有的赌 是不是就在这里面 所有的染上 赌赢的 不是赌博的赢的人 不都是因为 你在输的当中 有赢 而且有这种大赢 甚至有给你连赢 比你的这个收入 就正常的 你去工作 一天的收入 要高很多 就是因为这些 然后 然后大家 输的已经失去信心了 我甚至说 我不去赌了 等他过一段时间以后 心情平复了 情绪平复了之后 是不是 他所抱的所有的 希望 是不是说 我去 我可以 以小博大 当然了 有的人拿策略说 我是用大钱 来赢小钱 这个我们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的 讨论的 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你的心中一直抱有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 百家乐的赌台上面 曾经 给过你赢钱 甚至赢 高倍数的钱 这说到底了 小赌移情 小赌移情 这句话 我们说 移情移情 我们说 移情这句话 这个词用在这里 它是个伪命题 它已经不是说 让你变成是一种 正常的一个消费 一个娱乐消费的支出 你看 当你小赌的时候 你小赢小输 作为一个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这样的一个 性质来讲的话 确实很疑情 开开心心的嘛 这点钱根本就 没放在眼里的嘛 但是这种小情调 它慢慢地勾起了 豪情万丈 我在澳门 我是青年 青儿 我跟他讲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 新普经 新普经里面 两个小伙子 我一听口音 我知道他们是 哪个省的 读得蛮好的 前面大概有 联营那个四五柱 而且呢 这四五柱呢 还加柱 哇 这个联营在 一加柱 这应该就不少了嘛 你知道 他们两个人 跟何观 真的很无聊耶 跟何观说什么 而且他们说话的这个神态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他说 咱们今天要在这里 赢掉何鸿燊一半的家产 居然说这种话 我再跟他讲另外一件事 我在深圳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东北的小伙子 工作很不错 收入也很不错 是在一家很著名的财经杂志 里面做事的 有一次 不知道是因为 是开会 还是说旅游 跟他的未婚妻 两个人没结婚 未婚去 去澳门 一去 反正就是七搞八搞 就百家乐 这上面赢了一个五千块钱 回来以后 我们正好那一天 有一天在一起吃饭 回来又跟我们讲 澳门那个钱真是好赢 我准备跟我女朋友 每个礼拜 周末 就礼拜六礼拜天 周末我们去 然后呢 就赢他五千到一万 五千到一万 他最早赢这个五千到一万的时候 赢这个五千块钱的时候 他干嘛的 他都只不过是用他来 给女朋友买点东西 或者自己两个人未婚妻 准备结婚了 购置一些物品 后面呢 就变成说 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了 最后 你们猜怎么着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的未婚妻也认为 这是一条道 是可以走的 就好像我们说 美国有很多打工的朋友 工作比较劳累 收入呢 就是中下 只能说中下 这个老老实实说 对不对 他认为 赌产 是可以取代他工作的 他们认为是什么呢 我还可以兼职 我除了我正常的 我一个月有个几万块钱收入 我还可以每个礼拜到那里去 搞个五千一万 然后我一个月 又多几万块钱出来 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的 最后最后怎么着 两个人连把结婚的家当都给输了 就准备结婚的资金都给输完 我们很多时候讲心态 心态 心态只不过是一种 情绪的反应 情绪呢 是你背后的一个 起行动念 然后 逐步增强出来的 我们就 我们就讲 人 事实上呢 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的动机 不可能是单纯的 单纯的 只有什么呢 就最高的境界就是单纯 单纯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单纯的 要不就是得到了高生 要不就是什么呢 还 刚出生的婴儿 我所谓的弑子之心嘛 你看我们今天那个去赌场 有一些人是说 我去小赌疫情 有的人说 我去豪赌疫情 不管表面上 你说出来的 你很强烈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他背后一定夹杂着别的动机 比如说小赌疫情 他中间一定还有夹杂着恐惧 豪赌也是 我 我今天我就这么多钱 比如说啊 我们讲的笔大钱好吧 你现在有一百万 这一百万是一笔很大的钱 我现在就准备这个了 我就准备 今天就把它 不成功则成人 我就去豪赌一场 你说你 其中 有没有夹杂恐惧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像那种你去旅游的 还有那种小情侣啊 他们在这个赢钱赢得很顺的时候 然后开始输的时候 会不会有恐惧 还有 有些人小赌疫情的时候 他为了在给身边的朋友 甚至身边的情人 我要在你面前表现表现 看看我有多厉害 我不仅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成功者 我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有很多能力 而且你看 我现在跑到赌场 我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家伙 甚至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的 我今天去赌 如果我赢的话呢 我就 我可能还有朋友 之前还在找我借钱 希望我来资助他 我就 等我赢了这笔钱 我再来去 我再来去帮助他 Liv Moore 不是讲过华尔街 球皮大衣的故事吗 这个我们就都不讲了 所以说呢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 消毒疫情呢 它真的是个伪情调 除非是真正的真正的 我们刚才讲的 你是作为一个娱乐性的消费的 看看球赛啊 酒吧里面喝杯酒啊 下个 比如说在美国下个五块钱 十块钱 美金呢 在中国里下个五十块一百块 赌个球啊 这种 打麻将啊 吃饭之前 宴会的饭钱 给你麻将桌 兜地竹 输赢个几十块啊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消毒疫情 净赌场 净赌场 赌场就是用各种的升官店 歌舞声音 这个中大奖的这些诱惑 它就是要勾起你的 激活你的 贪婪和欲望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不是移情的 那个时候你就走向了豪情万丈的 所谓的豪赌豪赌 豪赌对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只有十万块钱的资金 你拿五万块钱就要豪赌 那有人是有一千万资金的 那他拿五百万 他就是在豪赌 好吧 我今天我就这样 我今天就也不说太多了 事实上我准备了很多 包括我的个人经历啊什么 还有我希望做其他的一些 这个展开 我想算了 差不多了 我就想把这个小赌移情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 像鱼沟一样 鱼饵一样的 特别是进到赌场 请大家打起精神 不要以小赌移情作为借口 来泛重自己的这个赌性 也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贪婪和欲望 被小赌移情这几个字 一下勾进去 勾起来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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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